EA旗下蒙特罗工作室Motive宣布 从头彻底重置的科幻生存恐怖经典作品《绝命一次元》 已经正式在PlayStation 5、Xbox Series XS与PC平台推出 玩家将在《绝命一次元》中扮演艾萨克·克拉克 他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 正准备执行巨型开采船舰《石村号》的例行维修任务 然而在石村号上等着他的 却是活生生的噩梦 船上成员惨遭屠杀 艾萨克的挚爱伴侣妮可也迷失在飞船某处 艾萨克之身受困 只能仰赖自己的维修工具与技术来面对生存之战 他不仅要对抗被称为事变体的可怕怪物 还要努力维持自身那也摇摇欲坠的理智 当《绝命一次元》于2008年推出时 由于他著名的科幻氛围和环境时叙事 这款作品很快地成为生存恐怖类作品的经典 《绝命一次元》资深制作人Philip de Schaum说道 我们在游戏推出15年后进行重制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在使用现今科技的力量 增强该作品的同时 尊重原作的传统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穿上艾萨克的机甲 我们希望这会带来与2008年游玩时一样 令人难以忘却的体验 如果你是再次回来游玩的玩家 我们期待能够提供 与你记忆中最爱的游戏相同的体验 再次享受实验电胶切割机 终于原始版本惊心动魄的体验 《绝命一次元》使用Frostfight游戏引擎彻底重制 提供增强的音效和令人毛骨悚然又恐怖的视觉 为这款经典的科幻剧情冒险游戏 细心打造全新境界的高品质审进感 除此之外 《绝命一次元》带来的主要游戏特色 还有高阶工程幻想 在没有武器或后援的情况下 艾萨克不得不借助高科技采矿工具 来抵御试变体 技巧性的肢节噩梦般的生物 同时在它惊险的旅程中解决谜题 并将石村号的故障系统化为自身优势 这些体验在重制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艾萨克的机甲将会获得升级 武器库也将新增拥有更多效果和功能的工具 《绝命一次元》2、2011 及《绝命一次元》3 2013的原始艾萨克配音员Gunner Rite也将在游戏中再次现声 原本不说话的主角也将有剧情台词 透过这些全新的增强叙事内容 玩家将会听到更多被受爱戴的工程师之声 不中断的石村号体验 从游戏开始直到结尾的制作群画面 玩家在面对石村号可怕的狭窄通道与阴暗走廊时 将不会碰上任何可能打破沉浸感的再入画面或剪接镜头 这次重制版更进一步翻修了这艘巨大的采矿船舰 为它加入新的房间、路线与障碍物 同时为地图控制系统带来全新界面和改良过的指示器 帮助玩家进行无缝探索 强度导演 一直以来 绝命一词原精美又令人神魂颠倒的世界 很容易让玩家迷失其中 而现在玩家将更深入地感受到 艾萨克在神秘境地中迈出每一步时的沉重 从湿变体生成与攻击的方式 到照明、烟雾、粒子与声音等环境效果 全新强度导演功能会依据探索新区域 或是旧区域来动态调整艾萨克即将面临的状况 没有一位玩家会在同一个房间遇到相同的体验 每一次重返先前探索过的地点都将有新的体验 等住他们 艾萨克的心跳、呼吸与用力时的反应 也会根据他的压力水平进行调整 借此为玩家带来源自他心理 情绪和生理状态的直接回馈 剥皮系统 前所未见的怪物是变体以全新剥皮系统重置 具有层次分明的肉体、肌腱和骨骼 且会以令人震惊的新方式爆裂、撕裂与粉碎 除了关键的战斗策略之外 玩家在利用多种独特武器与能力来打击这些可怕的敌人时 也将体验到更多发挥创意的机会 玩家现在可于PlayStation 5与和Xbox Series X S平台以新台币2149元 或是在PC平台上以新台币1599元购买 绝命一次元重置版